阿星, 你想跟Ricky對戰 還是寶哥? 我想挑戰Ricky 為什麼? 我跟寶哥是朋友 你跟Ricky不朋友嗎? 沒那麼朋友 但挑戰完之後就會朋友 請抽卡 你究竟抽到哪位? 如我所願 是嗎? 一場自認 不是長者對年輕人的挑戰賽 即將開始了 兩位,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Let's go 先問一下Ricky 你今天會煮什麼? 今天煮三道菜 頭本會是土蘭西式酸菜魚 紙包焗的, 很好笑 主菜是陳皮法蘭西鴨腿湯飯 陳皮 對 甜品是… 小聲一點, 是楊枝甘露 楊枝甘露, 哲哥 說小聲一點 他今天挑戰我而已 我有涼拌青瓜 配螢光魷魚 大款是龍蝦腸粉 配柚子汁 還有帶子豆腐 甜品是陳皮曼德鈴 再配糖桂花香粉汁 先做陳皮曼德鈴的底部 有糖、陳皮和牛奶 在煮什麼, 像在包聖誕禮物 這是專程在法蘭西訂的玻璃籽 是入焗爐用的 我覺得酸菜魚在玻璃籽上焗 你會看到裡面的材料不特意 到客人面前才剪開玻璃籽 四川的味道都飄出來 你覺得會嗎? 外貌很像西餐一樣 是 但味道…待會你嘗嘗就知道了 大家看到嘉昇正在上汁, 是嗎? 溶了牛油, 淋上熟的龍蝦 我想做到半生熟, 不要全熟 不要全熟, 對 你的酥皮像菠蘿包一樣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作為一個西餐的甜品 很多時候它會堅固到 味道有甜酸 那個質感一定有軟和脆 如果再加上冷和熱 就是一道美味的甜品 芒皮鴨腿湯飯 我用了佛蘭西的油風鴨腿 其實我本身有爭議性 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但這是我的心思 可能我會扣分, 或是犯規 但我也照樣堅持 而我覺得用法式的做法 配陳皮鴨腿湯飯是一絕的 Vicky呢? 寶哥幫我 好, 開始, 三分鐘 每樣三粒? 每樣三粒 然後放青瓜在外面 好, 油才這樣 看著時間吧, 寶哥 你不要太大力了 不是 不如嘉昇介紹一下你的作品 三款作品是螢光魷魚, 涼拌青瓜 主要是龍蝦腸粉 配帶子豆腐 甜品是陳皮馬德納 配糖桂花香檳汁 柱哥怎麼樣? 珠珠的醋, 配搭有些不太適合 酸得刺後, 酸得不能和味 Jacky呢? 涼拌青瓜的味道一定要拌一拌 等待吃的時候 青瓜入了一點味道 這樣就會比較好 好, 現在這是主菜的龍蝦腸粉 對 因為它的醬汁很酸 因為它的頭盤很酸 這個醬汁很酸 這頓好像吃完拌一拌 它現在做了出來是西式西造 不像是用中式的材料去做西造 通常吃馬德納 都是來來去的那幾種味道 這個很特別 真的沒試過有陳皮味的 是, 謝謝 真的很好, 很好 Vicky的參賽作品就在這裡了 頭盤是一個酸菜魚 這次用了一個很法式的玻璃刺 包著焗熟它 我覺得Vicky的酸菜魚 是完全做到酸菜魚的效果的 唯獨是一樣的, 我挑剔的就是 你可能是焗過的魚 魚是稍微粗糙的 柱哥 味道沒什麼好說 它的麻辣味道調得剛剛好 剛剛合我的口味 那你吃什麼? 陳皮鴨腿湯飯 這個完全能做到中菜西造的效果 這個油封鴨腿 又不像吃湯渣的那種 這個叫酥皮羊脂甘露 你的名字只能去到羊脂甘 不可以說露 露, 羊脂甘 有水、有汁 味道很好吃, 也成功的 但名字不成功 伯利呢 我在想在表演中 是否可以將下面羊脂甘露 煮進去… 包進去 酥皮湯 我也會說 酥皮湯 但我知道這樣一定會失敗 所以一定不夠膽 這個就是經驗 好… 謝謝… 佳勝在配搭和口味上 都非常創新 而Ricky就勝在主得貼題 一場年輕人和長者之爭 三位評判最終決責會是怎樣 結果 Ricky贏得三位評判一致肯定 以大比數姿態勝出這場比賽 厲害了 是Ricky上贏了 278分, 對加身234分 雖然輸給師傅 是 但不等於你 沒機會進入第三回合 因為我們看了這麼多參賽者 最高分的那兩個 就可以出線了 明白